Jay逢韵謙晨早溜溜 入到主題樂園 為活動擔任嘉賓 唱歌助興 雖然聲音未開完 但Jay這位實力唱將的歌喉 也一樣很好 為大家送上新歌 在加拿大成長的Jay 早排應邀導溫哥華和多倫多 為歌曲創作比賽 擔任特別表演嘉賓 兼探親放鬆一下 而這個出道十一年來 首次回加拿大演出的經歷 也讓Jay留下美好回憶 加拿大那邊的粉絲 會否都… 我出去你快點去那邊 你快點去表演一下嗎 他們有 完全… 我去到溫哥華 是超級活躍 他們的觀眾真是很疼愛我 因為我原本一上台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怕 哇 人們會不會不知道我誰呢 會不會真的會怎樣呢 但一出道的反應非常之好 他們都有問的 因為我們都有問他們 有什麼問題 儘管在現場問 他們都問我什麼時候會來開場 我也想的 看看公司是否有計劃去做旅程 過去兩週 香港分別經歷十號風球 和世紀黑雨兩個極端天氣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期間 Jay正準備在外地返港 他都一度猶豫飛不飛 我記得好像在機場的時候 都有跟同事聊天 其實黑雨好像也很害怕 好像… 因為看到新聞那些報道 哇 全部都是水浸等等 那段時間其實都在想 是否應該不會飛 我也有說過一句 我說會不會回到香港 會不會還是黑雨呢 他們就說 我的發言之外 咦 當然不會啦 不可能會是八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不會那麼久的 一到香港的時候 就收到報道 還是黑雨 我媽媽和一些家人都說 你有沒有想過在機場那裏 可能租酒店房 在那裏睡一晚 第二天才出去 我們都談過 我說不要啦 因為每個人都很累 就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回家 原本是打算打電話 或者打電話 但是打電話不到 打電話不到 我們就算了 不如搭火車 再轉地鐵 因為都是最安全的 幸好就回到家 平平安安 是啊 有沒有過五關仔陸上 可能經過的地方 我覺得家附近都有水浸 有 將軍那裏其實原本都挺嚴重 是啊 但是幸好我那天回來的時候 我牽著行李箱 只是下雨 所以心都OK 幸好回到家 就是濕透了 但是回到家就沒事 因為家裏沒有水浸 所以就 唉 幸好